針對烏克蘭的情勢 西方主流媒體是報導指稱 俄羅斯隨時準備入侵烏克蘭 而美國國務院 除了要求駐烏克蘭的外交人員 讓他們的家屬先行離境 也把俄羅斯列為旅遊警告名單 據英國也有大動作 外交部公開宣稱 俄羅斯準備扶植親俄派政治人物 隨時接替現任總統傑林斯基 來為俄軍入境鋪路 美國政府對入烏克蘭外交人員的最新指令 除了減少使館工作人員 也要求使館人員家屬儘速離境 同時發出旅遊警訊 要求美國人不要前往俄羅斯 被英美政府與西方主流媒體 點名為親俄派之一的穆拉耶夫 就是畫面上接受專訪的這一位 這家名為我們的電視台 和穆拉耶夫一手創立的小政黨同名 在英國政府點名的俄羅斯傀儡政權 候選人當中 穆拉耶夫其實排名還不是第一 而在烏克蘭當地的民調當中 如果他果真出馬角逐2024年的總統大選 支持率排名也不過排名第五到第七 而烏克蘭堅持親歐美路線的政府 則呼應英國政府的指控 認定穆拉耶夫就是二方清點的傀儡政權候選人之一 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期間 清俄派前總統雅努科維奇倉皇下台離境之後 穆拉耶夫一度是殘存清俄派的一份子 但在二零一八年分道揚鑣 穆拉耶夫自創我們的黨 除了主張烏克蘭應該對歐盟與北約保持距離 穆拉耶夫也認為敦耐刺客等地反抗勢力 與政府軍的戰鬥是單純的內戰 而烏克蘭應該大團結 不再劃分親西方與親俄陣營 這些都與西方主流媒體的意見南遠北撤 烏克蘭政治分析家認為 當地其實有比穆拉耶夫更親近俄羅斯的人物 而事實上如果俄軍果真以大軍入侵 無論誰當烏克蘭總統都會成為莫斯科的傀儡 公視新聞許家人編譯